在经历过硬盘挖矿的事件之后 其实固态SSD的价格一直保持在稳定阶段 但是现在来看 由于西部数据和凯霞的NAN的闪存颗粒受到污染 所以依据下季度的固态硬盘 价格将会上涨5%到10%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你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进入2021年的第四季后 由于产能问题依旧未得到解决 所以固态硬盘的NAN的闪存市场也是一直在缩减 而进入2022年之后 三星也因疫情影响关闭了工厂 这就导致了固态硬盘的价格极其不稳定 而现在西部数据和凯霞则又遇上了生产材料受到污染情况 具体来看 根据凯霞发布的公告表示 由于BixFlash的特定生产过程中 可能使用了含有杂志的组件 这将影响位于日本四日市和北上市工厂的NAN的闪存生产线 同时根据虚部数据透露 受此影响至少有6.5XBANS的闪存颗粒被污染 但暂时还不明确是否有涉及已经出货的产品 然而根据调研机构Trendforce表示 鉴于此事的严重性 对市场上SSD的供应影响可能会很快显现 而受影响的3D NAN的闪存产量 大约占了西部数据和凯霞Q1季度生产量的13% 占全年总产量的3% 同时Q2季度的固态硬盘 价格将会飙升5%到10% 如果换算成价格的话 一局会涨幅150元到250元 但是这样的话 国产固态似乎就有机会了 毕竟我们自己就能知道的东西 你涨价关我什么事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鸡 我们下期再见